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官方消息 巴萨发布新对辉 FCD字样消失 罗马与球队CEO甘迪尼解约 据传他将赴AC米兰任职 布斯克辞与巴萨续约至2023年 违约近5亿 2024欧洲被举办地公布 德国击败土耳其 C罗欧战竞赛一场 对马连两回合可出战 赛事新闻 恩波利一到伊尼兰 比格利亚破门 小罗马失误送点 北京时间 9月28日3点 一甲联赛第六轮 AC米兰做客挑战恩波利 上半场 比格利亚远射建功 卡普托中注 一边再战 罗马尼奥利失误送点 卡普托主罚命中 全场比赛战罢 恩波利1比1显平 AC米兰 王双伦修 巴黎女足总比分6比1 晋级欧冠16强 北京时间 9月28日凌晨一点 巴黎圣日尔曼女足在欧女杯16分之一 决赛第二回合迎战胜帕尔滕女足 本场比赛中国球员王双伦修 最终巴黎总比分6比1击败对手 晋级欧冠16强 其他新闻 竞报 巴萨名下想买伯格巴 但只远出半价 据竞报报道 巴塞罗纳会尝试引进伯格巴 但他们只愿意给出曼联标价的一把价钱 邮报 曼联球员战队 马夏尔拜利利挺伯格巴 根据邮报报道 曼联队内 马夏尔和拜利利挺伯格巴 BBC铭记 拉姆赛和阿森纳一盘崩 基本确定离队据BBC铭记大卫奥恩斯泰恩报道 阿森纳已经撤回了拉姆赛的新合同 球员很可能在明年夏天自由转会离队 太阳报 克伦克收购阿森纳全部股份 太阳报报道 斯坦克伦克已经完成对阿森纳股份的全部收购 官方消息 官方 巴萨发布新队徽 下赛季起开始 使用当地时间9月27日 巴塞罗纳俱乐部在官方推特上宣布 球队将从2019到2020赛季使用新版队徽 官方 罗马与球队CEO甘迪尼简约 北京时间9月28日 罗马俱乐部官方宣布 球队与CEO甘迪尼简约 官方 2024欧洲杯举办地公布 德国击败土耳其北京时间9月27日晚 2024年欧洲杯举办地正式公布 德国击败土耳其成功拿到举办权 官方 C罗欧战竞赛一场 被骂连两回合 可出战 北京时间9月27日 欧洲联官方宣布 C罗欧战竞赛一场 无缘对阵博尔尼年轻人 单主客场两回合 对阵骂连军可以出战 赛事预告9月29日2点30分 德甲伯连赫塔VS派人慕尼飞15点30分中超长春亚太VS 苏苏宁易购19点30分 英超西汉姆连VS曼联19点35分中超广州恒大淘宝VS大连一方19点35分中 超河南建业VS河北华夏幸福19点35分中超北京中客国安VS上海上岗22点 英超阿森纳VS沃克福德22点英超哈德斯菲尔德VS热刺22点英超 曼城VS布莱顿22点15分西甲巴萨VS比尔巴尔竞技 下河北京中就出现在教育尔德也切成了 aside 下河南建业务辞法